你 不行了 不行了 刚刚吃太饱了 能量都派举消化食物了 现在脑子转不动了 好晕 老板没有在看我 看样子应该全身心沉浸于工作之中 那我偷偷打个盹 应该没关系吧 能不能脑子 要怎么掐斜 不够 那我再给给怎么俩 你也不熟 可喝 你最后要就是 你睡觉了 你多顾身 要算平满 那就要吃饱了 你还要吃饱了 不是 就能吃饱了 所以看到你 晚上就会他的饱饱 好 珊珊 珊珊 你怎么了 珊珊 珊珊 琳珊 没事 她怎么样了 没事人 只是有点发烧 需要挂水吗 我暂时不用 吃点药多休息休息就好了 好 谢谢 你是不是 的 好 可以 我 我 给你 我 给你 你的 你的 你醒了 大老板 我 坐水着了 你身体不舒服为什么不说呢 不是要骂我上班睡觉吗 老板 你不生我的气啊 我为什么要生气 今天不用工作了 我帮你跟你们科长已经请过假了 你跟我们科长都说什么了 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地休息白药吃了 如果不听话 扣你一年终奖 嗯 想讨论 躺先 嗯 老板虽然喜怒无常 但这个正像是六月的天 不下雨的时候 还是艳阳高照的 不过有时候阳光太猛了 也照得刺眼 这个地方 每次来呢 都是胆战心惊的 要是不来 心里却又有点小小的失落 想什么呢 开玩笑 要真有那么一天 我还真得来一个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呢 你有没有听说 昨天中午 那个新来的周小微 上了老板的车 真的假的 那当然 这种事情不是亲眼看见的 怎么可能乱说 天哪 这光天花日 大庭广众下的 这岁不是明正言顺的节奏吗 那当然 要不然怎么也得收敛点呀 真是 乌鸦飞唱之头 变成了凤凰 我们这几天连夜都是要加班 你看她周小薇 今天科长竟然让她放一天假 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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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误会 其实昨天只是周小薇上了老板的车 她肯定很快就下车了 哪像你啊 一直待在老板的车上不是吗 不过听说周小薇好像也是RH阴性血型啊 昨天老板她妹妹大出血 所以要给她输血老板才让她去的 怎么回事啊 听说是她小产 我怎么跟你说这些呢 你天天在老板身边就是八卦的中心嘛 这些事你肯定知道 知道啊 当然知道 珊珊 珊珊 怎么回事啊 嗯 按照封小姐的习惯 明天大概会叫人送猪干饭给周小薇吧 然后吃着吃着就去老板办公室 然后就给老板挑菜 然后我以后就不用去老板那儿报道了 然后我就解放了 老天爷 老天爷真的是听到我的心声 在紧要关头让我重感冒 期待已久的事情美梦成真 真是深深感冒烟之祸福 好 集团主动找周小薇空降 也是因为她的特殊血型吧 如果同样以雪宁的条件来论 周小薇不论是智商外貌 都略告我一筹 周小薇跟薛珊珊 嗯 嗯 我要是老板 也会气氧薛珊珊吧 嗯 气氧 我干嘛用气氧两个字啊 珊珊 李叔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真的是忙晕了 我这个书店拜奖连所赐 现在生意好的是 完全连一点书店该有的矜持 都没有了 总之生意好就是好嘛 嗯 对了 那个 听说风月小产了 她怎么样啊 嗯 我昨天刚去看了她 身体还行 就是心情不大好 也不怎么想见人 那什么时候能去看看她呀 过一段时间吧 嗯 她现在又不太想见人 哎呀你就不要担心她了 你怎么样 身体好点了吗 哦 我啊好多了 昨天下午请了假 然后又休息了一个晚上 现在已经差不多 满血复活了 可以啊 那我就带你去吃点东西 然后给你补补 反正我也饿了 好啊好啊 走 走 走